99這首歌 那時候我就在寫一盞專輯的時候 然後我就 我那時候就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我如果在場有任何是創作者的人 我就也可以分享給你 就是我覺得 很多 我不知道這邊有沒有前輩 但是 前輩或者是以前的 譬如說你的爸爸媽媽 或者是很多創作過的人 他都會告訴你說 創作是很痛苦的事情 然後或者是 一個很痛苦的過程 或者是一個很 你要追逐靈感這件事情 我覺得 在我看了那本書之後 我聊更理解了 大腦怎麼運作 然後 他就是有時候 譬如說你設定一段時間 譬如說一週 那你其實 那很多時間 可能都是可以去走路 可以去小睡個15分鐘 也不一定要一直在那邊思考 但是那就是有點像是 其實你越使用你的大腦 就是所謂的 理性思考 邏輯思考這件事情 就是 快速講一下 科學家有做過一個實驗 就是如果你現在開始做思考這件事情 你的大腦 跟冥想者的大腦 哪一個人 全腦是開發的狀態 答案是 全腦開發的人 是 在做冥想的人 所以他相對來說 我們放掉很多理性思維之後 你的彈性思維就會出現 你的靈感就會出現 但後天我們需要花很多努力 那可能就是我們的 持用理性的時候 然後我覺得在99這首歌裡面 一直來跟大家講說 第一個你可以一直走路 然後在創作的時候放下你的手機 然後不要再去看那些訊息 就是會有點打擾到你的生活這樣 然後那時候對我來講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提醒 所以99比較像是一個提醒我自己的歌 好 那 前陣子 我跟一個 男神 曾經如 男神嗎 他是男神吧 合作了一首歌 然後這首歌叫做 可坤 男神 讓我 帶著夢 在水裡 吸呼 活般的流動 在事與世界 切斷的關係 盡量的模糊 所有的距離 我選擇 就 導致沈默 我並不清楚只能叫做騷脫 我穿過光芒間的縫隙 我談下獨獨當作秘密 讓我 帶你漂流在雲裡浮沉 無所謂盡頭 迷霧都絲毫不見默契 靜靜的抹去青春甜蜜 我選擇 我選擇就 放下疑惑 我並不期待 直到死去防空 要尋找雲無間的空隙 我在想把想當作夢境 所以我選擇 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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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一場 我選擇 我招 IKEA 我選擇 我選擇 Be my best where we hide We can spend the night Yeah Should I fly What's in your mind What's in mine Oh Should I fly What's in your mind Baby Should I fly Oh Finally I see the sky Tenight's like a feel of the night And finally I see the sky And finally I see the sky And finally I see the sky I see the sky